你看 用心为台湾啊 用心啊 国家之栋梁在这边啊 台湾之希望在这边啊 老师从基层做起 用心打拼 所以你们要努力好不好 要努力 来 请 一个人架电子是叉叉 一个人架电子是圈圈 那他们两个人形成是所谓的 亥的电子主态 那他们的路易式结构式就化成这样 这叫做单键 只有一根化学键 这叫做单键 努力一点好不好 努力一点 养原子 刚才同学告诉我们呢 它有六颗的架电子 养原子有六颗的架电子 那养原子有六颗架电子 它会形成 八余体的话 它的架电子是这样子分布 它的架电子如此的分布之后 会形成所谓的双键 为什么呢 你注意看哦 我讲过了 只要两颗电子的共用 就会形成一根化学键 只要两颗原 抱歉 不是原子 两颗电子的共用 就会形成一根化学键 那把它的long pair 化完 这个叫做未间结电子队 未间结电子队 未间结电子队 我们称之为LP long pair 孤队电子队 这我们上次是不是讲过了 对不对 有吧 所以它的long pair 有1 2 3 4 总共有4对long pair 那它所形成的叫做双键 有同学就问 为什么要如此做 为什么要如此做 这个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因为本来氧原子的电子队 是不是叫做二六 它如果今天要满足巴鱼体 现在是变成奶的电子队 你可以接受吗 可以吧 它要如何变成奶的电子队 必须得电子还是失电子 得 得几颗 得两颗 两颗从哪儿来 红色的本来有六颗 它要有两颗从哪儿来 蛤 从哪儿来 是不是从蓝色来 对不对 红色现在有123456 六颗 左边这个人有六颗 还缺两颗 这两颗从哪里来 是不是从右边这个蓝色这边过来 对不对 它跟我分享两颗 那蓝色呢 蓝色你总不可能说怎么样 爽到你坚苦到我嘛 对不对 不能这样子嘛 你跟我分享 我跟你分享 你别人也要跟我分享嘛 我跟你分享两颗 你要跟我分享两颗 所以呢 他们就是彼此分享两颗 那我先判断一下 它会形成几根化学界 它的电子主菜叫做25 所以25的时候 左边 12345 我知道它们一定是用三颗互相的分享 它们一定是三颗架电子互相的分享 如此一来才有办法形成所谓的八语体 因为25是不是插三颗电子 对不对 插三颗电子 形成28的时候 28是谁啊 9 OK 感谢 28是9 也就是说今天你用这样子的一个电子分享 就可以马上把它的结构画出来 怎么画 注意看 这边有一对 两对 三对 形成化学界 123 那剩下的人叫做long pair 剩下的人叫做long pair 所以long pair总共有两对 一对 两对 有两对long pair 那它们所形成的结构叫做三件 三件 它们所形成的结构叫做三件 三件又如何 这个人可以拿出来烤 可以拿出来烤什么 我告诉你 二氧化碳 可以拿出来烤一个新的 氧原子可以拿来烤二氧化碳 氧分子可以拿来烤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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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分子可以再往上再进阶一个题目叫做一氧化碳 首先二氧化碳怎么化 你利用十秒钟的时间画画看 就是原子当中的架电子去做彼此的分享 以达到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八颗价电子 形成八余体的时候 叫做稳定 那你帮我画画看CO2 它的整个化学件的结构 就应该是长成什么样子 我要努力哦 你知道今天晚上有发生什么事吗 什么 Apple iPhone 不是啊 今天晚上有发生的事情是 你要把这本再写一写 知道吗 把它写完 Apple 那个不用去等 那个半夜 就算真的出了你也买不到 对不对 如果说出了你当下用手去抓一部抓得到一台 那你就等吧 等不到你干嘛 你明天早上就有新闻了 他就把你整理得好好的 放到你的眼前告诉你 对不对 好 来二氧化碳怎么化 二氧化碳很有趣哦 我们抓这个人来讲 我就抓这个人来讲 我就抓他 注意看哦 这个是氧 氧分子O2 氧分子O2 那氧分子它是不是这样子 我把它画干净一点 氧分子是这样 红红蓝蓝彼此之间的共用电子 形成八语体 红红蓝蓝 那这边是氧 这边是氧 它本来是不是这样子 做结合 那我告诉你 你今天只要把他们两个人分家 把他们两个人拆开来 拆开来之后呢 中间把横刀夺爱的碳放上去 碳有几颗架电子 四颗 所以怎么放 这样子 一二三四 有没有看出来 有没有看出来 所以它的构型呢 构型帮我画一下吧 它的构型怎么画 氧 碳 氧 这叫做二氧化碳 Long pair一样是四对 那这个叫做两双剑 两双剑结构 这是二氧化碳 一氧化碳更有趣 一氧化碳更有趣 我喜欢让同学试试看一氧化碳 这个高中困扰了我一天一夜 我读高一的时候 这个一氧化碳困扰了我一天一夜 都想不出来 你试试看 有没有人瞬间可以想出来 在十秒钟 在十秒钟 好 让我来告诉你 一氧化碳怎么画 一氧化碳的画法很简单 就是你把蛋拿来之后 先把它擦干净 然后重化一点 啊 全插好了 好脏 受不了 专注完美进乎科求 来 蛋本来是这样 蛋本来是这样 你看 我刚才讲专注完美进乎科求 有人就说Lexus 这什么都很懂 化学勒常常忘掉 所以我来做一个节目 然后天天就是播 发雨体 然后在那边 就一定会记得 梦想 有一天一定会实现 灵果之报一打开 喔 蛋蛋三件 对不对 痒痒霜件 然后青青丹件 然后再翻下一页 喔 老师叫我们写功课 好好好 你们翻起来还是写功课 重了一点会实现 来 CO 就是把蛋擦掉 然后换成 这样子 把蛋擦掉 换成C跟O 结束了 结束了 长得一模一样 同学会问为什么 同学会问为什么 我们要从这个人来看 第二周期的元素 你背给我停 礼皮 然后呢 彭炭蛋 氧 腐奶 OK 好 那你注意看喔 你现在在更换什么 你现在在把蛋更换成谁 更换成炭跟氧 对不对 你更换成炭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 少一个 架电子 那你更换成氧的时候 会怎么样 多一个架电子 所以你注意看 两个都是氮的时候 氮身上有五个架电子 加五个架电子 总共是不是十个 那一氧化碳呢 碳有四个 氧有六个 电子数是不是刚好一样 架电子数刚好一样的时候 有可能会有相同的构型 我再讲一次 架电子数如果一样的时候 有可能会有相同的构型 比如说 再随便举个例子 H2O H2 S 这两个人会长得一样 为什么 氧 硫 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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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2 怎麼話 你不要跟我說絕對五粒第二代喔 不是喔 什麼是CS2 就是把O 插掉 然後呢 把S 填上去 這就是答案了 CS2 所以有無限多種可能 聽懂我意思嗎 OK嗎 可以喔 好 那我再來 我來解釋 為什麼CO 是跟蛋蛋長的一模一樣 CO 碳有四個架電子 一 二 三 四 氧有六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彼此之間形成了八餘體 你發現哪個地方突然出了一個紕漏 哪個地方突然出了紕漏 是不是這一顆電子 這一顆電子就都越界了 有沒有看到 有 本來我們電子在做分享的時候 你注意看 我們本來電子在做分享都是怎樣 儲和漢介 你的就在左邊 我的就在右邊 這裡也是一樣 儲和漢介 你的在左邊 我的在右邊 氫也是一樣 你的在左邊 我的在右邊 一左一右的分享 但是這個時候有了例外 這個時候的例外發生在碳原子 你注意看 碳原子只有四顆的情況下 沒有辦法形成三根化學劍的共享 對不對 這個時候只能靠什麼 只能靠氧原子身上的 多出來那顆電子 越過了儲和漢介之後 跑到碳的這個陣營來 導致我最後可以形成 我要的 一氧化碳結構 所以我要把一氧化碳結構畫出來給你看了 我一氧化碳結構 然後最後最終的結果就是這樣 三件 然後有兩對long pair 最後的結果 一氧化碳就是三件 然後有兩對long pair 它叫做三件 那這個理論叫做等電子理論 它可以幫我換一堆分子出來 三件 兩對long pair 這是一氧欄題的解釋 好 我想幫你補充完這一些 有很多題目你都可以 自己做 所以今天回家請你繼續把功課完成 然後明天再來問問你 今天回家請你把功課完成 然後明天來問問你 我們來講一之二 一之二叫做離子化合物 一之二叫做離子化合物 好 注意聽 一之二叫做離子化合物 何謂離子化合物 我們從頭再一次 化學界的種類 有三大類 第一種叫做 非金屬 與非金屬之間的連結 非金屬與非金屬之間的連結 非金屬原子 非金屬原子加非金屬原子 會形成共架件 金屬原子加非金屬原子 會產生離子件 那金屬原子加金屬原子會產生金屬件 OK 這到目前為止 我們是不是都講過了 好 再來 共架件會產生 分子化合物 這你要再抄一遍 我們每一次的 每一個章節的開頭 你都要再寫一遍這個東西 離子件會產生離子化合物 金屬件會產生金屬 這都是很直觀的 而且沒有問題的 再來 來 共架件會產生一個電子 共用的情形 共架件會產生電子共用的情形 離子件會產生電子轉移的情形 金屬件 來 這個國中學過 金屬件是怎麼形成的 透過什麼 電子什麼 海 感謝 金屬件是透過電子海 注意看他們的不同 共架件是用電子共用 離子件用電子轉移 金屬件電子海 還沒完 還沒完 共架件的世界裡面 化學件是有方向性 性 在離子件的世界裡面 化學件是沒有方向性 在金屬件裡面 它也是一樣 化學件沒有方向性 先寫起來 慢慢地來跟你解釋 先寫好 然後慢慢地來跟你解釋 這個把它列為第一大點 到目前為止有沒有問題 你有問題我要講第二大類 首先我要來跟你介紹 離子件 在這個章節 我們就是要介紹 離子件 離子件的行程 我們就找我們最熟悉的食言好了 化學是 有 蛤 這招過了嗎 喔 難怪剛剛都沒有人離我 喔 那我們找蠻多的了吧 後面還有 哇 太神奇了解釋 第四點 所以我要講第五大題 離子晶體的 離子晶體的 離子晶體的結構 在這邊有沒有哪位同學要考美術系的 沒有 這個你不用畫 我畫就好 先畫一顆豆腐 這是一顆豆腐 如果要挑戰也是可以 把它切成八塊 就是那個 叫什麼 小當家熊貓麻婆豆腐 切八塊 好 好 OK 再來藍色的人叫做 那 離子 綠色的人叫做 綠 離子 好請注意看 那 對綠化那而言 那旁邊一定要有綠 所以 所以 上 下 前 後 左 右 題目有考 一個那 一個那會碰幾個綠 幾個 六個 好寫起來 一個那會碰六個綠 一個那會碰到六個綠 一個那會碰到六個綠 六个绿 这个数字叫做配位数 很重要 这个数字叫做配位数 那相反的我要问你 一个绿接了几个钠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绿接了几个钠 好了吗 需要了吗 第一个答案没有问题 反正就是钠接完上下前后左右六个 对不对 可是绿这个答案可能多种 答案超多种 你注意看哦 钠旁边有绿 钠旁边也要有钠 我先从最顶端这一颗 屋顶这一颗 它的前 它的后 它的左 它的右 各一颗 那颗 离子 各一颗那颗 再看右边的墙壁 这颗绿 它的上 它的下 它的前 它的后 都要有一颗那颗 再来 正前方这一颗 上 下 左右 各一颗 左边墙壁 上 下 前 后 各一颗 还有没有 谁没画到的 都有 OK 所以一个绿接几个那 还有一个吗 这里 下方 后方 一颗的后面 这个格子还有一些人没有完成 八顶点都是绿 八顶点 一二 三四 五六 然后七八 这就是绿化那的单位金格 来 我跟你提醒一下 这个叫做绿化那的单位金格 什么意思 绿化那是用这样子的单位金格 做无限的堆叠 绿化那是利用这样子的单位金格 做无限的堆叠 绿化那是利用单位金格 做无限堆叠 所以第二大点 然后抄 第二大点保留给另外一个重点 我要先写第三大点 绿化那是利用单位金格 做无限堆叠 利用单位金格 堆叠 它不断不断的堆叠出去 造成离子金体会有一个特性 造成 离子金体 具有一个特性叫做 硬度 大还是小 无限一直堆出去 到最后这个东西很硬还是很软 很硬 好 硬度大 硬度很大 而且溶点很高 不但硬度大 溶点还高 这是离子金体的 特性 利用单位金格的堆叠 造成离子有硬度大 溶点高的特性 目前为止可以接受吗 各位 应该还OK 好 那如果单位金格无限堆叠的话 你帮我解刚才那一个空格 一个纳碰六个绿 对不对 一个纳接了六个绿 那一个绿接几个纳 我们就讲 这一个人好了 我橘色化的这一个人 这一颗绿现在碰了几个纳 上面一个 然后呢 前面一个 还有呢 左边一个 这样是不是才三个而已 可是我告诉你这六个 为什么 因为它无限堆叠完之后 下面又会有一个纳 然后呢 右边也会有一个纳 还有哪里会有 是不是正后方也会有一个 有没有看懂 有没有看懂 所以我告诉你哦 在这个地方 不管纳有什么性质 绿就要跟它一样 听懂吗 因为绿化纳是一个绿跟一个纳结合 所以不管纳有什么性质 绿就要跟它一样 那叫做配位数 第二个考题 那请问你 最 最接近纳离子的纳离子有几个 最接近纳离子的纳离子有几个 最接近绿离子的绿离子有几个 哇 这吃力了 最接近纳离子的纳离子有几个 最接近绿离子的绿离子有几个 我觉得这不就像在考数学 几何啊 对不对 有没有学几何 有没有 刚学完吗 还是还没学 几何 人生有几何 何必学几何 学了几何又如何 不学几何又如何 来几何 看一下 这一个 跟它很接近的有谁 我现在把百货公司分成三层楼 欢迎光临清光三月 来看一下 这个是站前 比较矮一点 站前馆 所以 总共有三楼 有三层楼 可以吗 OK吗 三层楼 每一层楼有几个纳 先看一楼 一楼有几个 一 二 三 四 二楼咧 一 二 三 四 然后中间有电梯小姐 对不对 三楼咧 一 二 三 四 那我要告诉你一个不真的事实 这一棵 很接近它的有十二棵 哪十二棵 下面四棵 中间四棵 上面四棵 都跟它是最接近 彼此之间的距离是一样的 再讲一次哦 这一棵那 跟哪一些那很接近 一棵 两棵 三棵 四棵 这是同一层 它跟三楼的人 距离是一样的 一棵 两棵 三棵 四棵 它跟一楼的人 距离也是一样的 一棵 两棵 三棵 四棵 总共十二棵 可以接受吗 这个图差不多被破坏殆尽 所以写起来 最靠近那的那 有几棵 十二 但这个不等于配位数 这个跟配位数 不一样 那相同的 最靠近绿的绿 也会有十二棵 只要你把单位金格 做完无限堆叠 你就可以得到答案 十二十二 再来第四点 就因为 离子化合物 具有所谓 非常好的 硬度 因为它的硬度很大 因为它的硬度很大 所以它有一个特征 叫做 没有延展性 没有延展性 什么东西有延展性 金属 金属里面哪一个人的延展性 最好 黄金 它可以拿来打金柏 有听过吗 金柏 好 那没有延展性 有考题 没有延展性 有考题 离子化合物是这样 正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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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 正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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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样子 正负正负的 物相的吸引 丘利花那 可以接受吗 如果今天你拿一根锤子 从这个地方锤下去 锤下去的时候 你会看到 这一层如果刚好 就这样子移动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 正正负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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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看到 同性的电荷 同性电荷会相 赤 感谢你 相赤的时候 这一层就会离开 再一次哦 本来是这样子好好的 被撞到了 往左边偏一格 这个时候同性相 赤 弹开来 所以我告诉你 离子化合物 它被砍断的时候 会有一个所谓 平整的断面 写起来 它被砍断的时候 会有一个平整的断面 非常的重要 它被砍断的时候 会有一个平整的断面 第五个要讲导电信 第五个要讲导电信 好 导电信明日再说 然后 感谢观看